花年县书法学会从即日起到8月30号 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吉野艺文馆 展出了艺气风发111年会员作品连展活动 6号下午举办了开幕典礼 乡长游淑珍重视人文艺术的涵养 特地前来共襄盛举 也鼓励青少年学习书法传承国税文化 也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现场观赏 在艺术的熏陶下感受夏日的时光 吉安乡长游淑珍在游峰玉理事长的导览之下 足以欣赏每一位书法大师的末榜 有些大作厉透纸板 含富横扫千钧之宏伟气魄 有些作品则有韵笔清秀 让现场来宾观赏时能够感受到书法的魅力 套客艺术村成立了我们每个月 越越有创新日日有惊喜的这样的艺文空间 我要感谢在座有好多好多的大师们 都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这样的每个月的展览 尤其每次的展览我们都有大大的收获 因为都在现场帮我们挥好 然后日正末表 哇 这个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限制于三十年五十年的功力 我们就收集起来 代表军瓜在那儿非常的幸福快乐 尤其是苏贞的这个办公室越来越精彩 都是大师的作品 每一位大师当车展完之后 苏贞就会找一个地方来做展示 让大家也能够分享到每一次的展览的精彩 那这个书法刚才刚才提到 书法其实书法它是一个很容易入手 但是腰部写的好了 真的很容易 它没有那个色彩 炫力的色彩也没有五项可以看过 所以你要把线条写的有血有肉 有鼓有力 要轻易顺动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部好的作品 那有了这个音乐之外 还有这个诗书法 欢迎大家 都能够力领我们这个吉安乡后克力书村 那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吉安乡的 艺文气息一直在提升 那除了这个这个提升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艺文能够走出去 我也建议这个我们建议在 希望有超级很多我们的艺文团体 那希望在我们这个艾美酒店 将来如果能够开日的时候 能够多搬一些这个 它也是有这个艺文这个展览的中心 它能够把我们的作品能够推出去 甚至于 花莲县书法学会所安排的活动 与相亲以比会友 花莲县书法学会 以推动书法教育 拓展书法艺术交流活动 致力于探讨书法的精神与内涵 这次的连展 共有43位会员参加展出72件作品 展览至8月30号 欢迎民众一起来 遨游墨海 追寻书法千年的轨迹 一气空谷 平分极安 赞 记者凌杰 吉安香 采访报道